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喵一下健康频道 胰岛素是调节血糖的激素 一旦患上这种病,胰腺会渐渐失去分泌胰岛素的能力 导致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葡萄糖 人体内的血糖也会升高 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是将血糖可以吃的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含有丰富的纤维或蛋白 所以它可以延缓消化和减慢糖的吸收 从而帮助我们保持血糖平稳 到底什么食物拥有较低的升糖指数呢? 吃什么对降血糖有更大的帮助呢? 在我继续今天的影片前 希望大家帮忙点个赞 您的支持和鼓励是喵一下频道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另外,特别推荐大家收看我们最近的视频 包括8个糖尿病从开始到后来的身体症状 以及9种糖尿病补血最好和最快的食物 如果觉得视频有帮助 您还可以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现在,我们一起回到今天的视频吧 升糖指数是一个用来评估食物中 碳水化合物升糖速度的指标 它以0到100作为衡量标度 能让我们知道什么食物升糖快 什么食物升糖慢 食物的升糖指数主要被划分为高 中和低三大类 数值55或以下属于低升糖的食物 这一类食物可以减慢血糖上升和降低血糖升幅 是最适合糖尿病患者的食物 下面,一起看看17种适合糖尿病患者 能吃的,降血糖最好的低升糖食物 我们马上开始吧 第一,黄瓜 黄瓜是来自葫芦科黄瓜鼠的瓜类蔬菜 它是糖尿病人降血糖可以吃的食物 因为它是一种低升糖的食物 它的平均升糖指数只有15 而且,它也富含非水溶性纤维 一种比较结实和不容解于水中的纤维 所以吃黄瓜有助于减慢消化 使人体内的血糖更平稳 水对健康很重要 足够的水可以防止身体中暑 黄瓜是含水量极高的食物 每一条黄瓜拥有高达95%水分 在炎炎夏日吃一点生黄瓜 不仅仅可以消暑解渴 还有助于稀释血液里的糖分 从而起到辅助降血糖的作用 是糖尿病患者 夏天可以吃的降血糖食物 第二,糙米 如果您不介意吃口感粗糙的食物 糙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糙米是加工过程较少的稻米 它保留着肤皮、胚芽和胚乳 拥有较多的纤维和较低的升糖指数 它的升糖指数介于50至55 所以,糙米饭有助于减慢消化和保持血糖平稳 头痛是很常见的健康问题 很多人知道压力会造成头痛 但很少人知道缺乏鎂也会造成头痛或偏头痛 糙米是富含鎂的稻米 每100克煮熟的糙米可提供39毫克鎂 它是一种可以减少压力、放松神经 并减轻头痛症状的矿物质 是糖尿病人可以考虑的低升糖稻米 第三,苦瓜 苦瓜是一种葫芦科的藤本植物 它也叫凉瓜 半生瓜或锦丽芝 它是一种低升糖的瓜类蔬菜 煮熟的苦瓜 平均升糖指数只有19 加上苦瓜也富含苦瓜素 一种有抗糖尿病作用的化合物 所以,吃苦瓜能起到天然降血糖的作用 眼睛干涩是许多现代人的健康问题 缺乏维他命A更会使症状加剧 苦瓜是充满维他命A和C的食物 每100克生苦瓜可提供44%维他命A 以及99%维他命C的每日建议摄取量 这些维他命可以舒缓肝炎和增强视力 是糖尿病人降血糖和保护眼睛的低升糖食物 第四,红豆 红豆是圆圆小小的豆子 把红豆加入饮食也能帮助您降血糖 因为它是一种低升糖的豆子 它的平均升糖指数是29 它也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 这些营养可以延缓消化过程和保持餐后血糖平稳 研究表明,红豆是可以降血压和胆固醇的豆子 因为红豆中的纤维和抗氧化剂 可以防止血液或肝脏机具有害胆固醇 从而降低高血压或心脏病的风险 是糖尿病人可以降血糖和保护心血管的低升糖食物 第五,传统燕麦 经常有人认为 燕麦是淀粉类食物 所以糖尿病人不宜吃燕麦 事实真的这样吗? 传统燕麦是一种低升糖的燕麦 它的升糖指数大约55 它所富含的碳水是由大量单糖组成 当中又富含一种叫β蒲聚糖的水溶性纤维 它可以跟液体混合而形成凝胶和膨胀 所以吃传统燕麦可以填满胃部和延缓消化 从而减慢糖类在肠道的吸收 使餐后血糖更平稳 骨骼是支撑身体的框架 然而年龄的增长会加速骨质流失 并增加骨骼疏松的风险 传统燕麦是可以促进骨骼健康的食物 因为它富含猛 每100克传统燕麦 可提供63.9%猛的每日建议摄取量 足够的猛 可以提高骨密度和减缓骨质流失 是糖尿病人降血糖和保护骨骼的低生糖食物 第六 豹子甘蓝 豹子甘蓝是来自十字花科家族的蔬菜 它又叫球牙甘蓝 迷你包心菜或布鲁塞尔芽菜 它是糖尿病人降血糖可以吃的食物 因为它有低生糖的特质 它的平均生糖指数是15 而且它同时富含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纤维 这些营养可以增加饱腹感和减慢消化 从而使体内的血糖更平稳 免疫力跟肠道菌群息息相关 如果肠道菌群失衡 身体的免疫力便会下降 伴随而至的就是感冒 豹子甘蓝是感冒期间的必吃蔬菜 因为它富含维他命C和K1 每100克豹子甘蓝可提供94%维他命C 以及91%维他命K1的每日建议摄取量 这些维他命有助于减少肠道中的有害菌群 从而提高身体抵御病菌的能力并加速康复 是糖尿病人可以降血糖和增强免疫力的低生糖食物 第七 羊艺米 羊艺米是以脱除外壳和经过抛光的大麦 它也叫大麦米或珍珠大麦 由于少加工的缘故 羊艺米还保留着胚芽和胚乳 拥有较多的纤维和较低的生糖指数 水煮羊艺米的生糖指数是35 这些营养和特质能延缓消化和保持血糖平稳 羊艺米也是吸的丰富来源 它是一种抗氧化剂 每157克羊艺米可提供24%的每日建议摄取量 这种营养可以提高身体的抗氧化能力 从而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剂的伤害 是糖尿病人将血糖可以吃的低生糖食物 第八 姜 姜是来自姜科姜属的根精类植物 它是可以加入糖尿病饮食的食物 因为它是一种低生糖的食物 它的平均生糖指数是10 所以适量吃姜不会导致血糖飙涨 科学研究表明 将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化合物 当中包括姜蜡素 姜西芬和帕拉多尔 一些具有抗炎抑菌和抗氧化作用的化合物 可以减少炎症酶酶酸的产生 进而降低患慢性病的风险 是糖尿病人将血糖最好的低生糖食物 第九 鹰嘴痘 鹰嘴痘也叫马痘 鸡痘或鸡心痘 它是将血糖可以吃的食物 因为它是一种低生糖的食物 它的平均生糖指数是36 而且它也富含抗性淀粉 膳食纤维 植物蛋白 这些营养可以延缓消化 和保持血糖平稳 如果您经常容易觉得累 建议将鹰嘴痘加入饮食 因为它是铜的丰富来源 每164克煮熟的鹰嘴痘 可提供64%的每日建议摄取量 它可以提高身体对铁元素的吸收 帮助身体制造更健康的血红蛋白 从而提高血氧水平和缓解疲劳 是糖尿病人将血糖可以吃的低生糖食物 第十 鹰嘴 鹰嘴是来自散型科鹰嘴鼠家族的蔬菜 它又叫香菜或胡衰 它是将血糖可以吃的蔬菜 因为它有低生糖的特质 它的平均生糖指数是32 而且它也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 可以减慢消化和保持血糖平稳 鹰嘴是可以生吃的蔬菜 它是B族维他命的丰富来源 一种水溶性的维他命 当中包括维他命B1、B2、B3、B5、B6和B9 这些都是神经系统的关键维他命 可以促进神经系统健康 是糖尿病人非常棒的降血糖食物 第十一 秋葵 秋葵是一种锦葵科秋葵鼠的热带蔬菜 它也叫黄秋葵 羊角椒或羊角豆 是一种很好的降血糖蔬菜 因为它拥有低生糖的特质 水煮秋葵的平均生糖指数是22 它也含有丰富的纤维和蛋白 当中也富含一种叫果胶低聚糖的水溶性纤维 它可以增强饱腹感和延缓消化 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功效 牙龈出血是很常见的健康问题 到底牙龈出血的人是缺乏什么营养呢? 秋葵是可以舒缓牙龈出血的食物 因为它同时富含维他命C和K 每100克秋葵可提供26%维他命C 和26%维他命K的每日建议摄取量 这些营养能同时提高身体的凝血能力和强化牙龈 是糖尿病患者可以降血糖和保护牙龈的低生糖食物 第12 小麦粒 小麦粒是一种低生糖的好碳水食物 它的平均生糖指数只有50 因为它的加工程度比较低 还保留着麦的胚芽和胚乳 拥有较高的膳食纤维含量 也有较扎实的结构和口感 这些营养和特质可以延缓消化和减慢血糖上升 小麦粒也是抗性淀粉的丰富来源 一种能充当益生源的淀粉 它可以喂养肠道中的益生菌 从而改善肠道菌群生态和降低肠胃炎的风险 使糖尿病人降血糖和促进肠道健康的低生糖食物 第十三 草莓 草莓是来自强卫科草莓属家族的水果 它是像血糖可以吃的水果 因为它有低生糖的特质 它的平均生糖指数是40 而且它也低碳水 低热量和高水分 这些特质可以合力保持血糖平稳 草莓是可以预防中风的水果 因为它富含猛 一种存在于大脑的矿物质 它也富含七黄素 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 这些营养可以改善流向大脑组织的血液 从而降低缺血性脑中风的风险 使糖尿病人可以降血糖和保护大脑的低生糖水果 第十四 核桃 核桃是来自胡桃科胡桃鼠家族的坚果 它是降血糖可以吃的食物 因为它是零生糖的食物 而且它也富含纤维、蛋白和健康脂肪 这些营养可以延缓消化过程 减慢小肠对糖类的吸收 使体内的血糖更平稳 如果你有慢性关节疼痛的问题 关节容易发出卡卡声 建议将核桃加入饮食 因为它是富含Omega-3的食物 一种具有抗炎作用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它可以减少炎症和舒缓关节疼痛 是糖尿病人可以降血糖和保护关节的低生糖食物 第十五 小扁豆 如果你是一名少吃肉或乳素的糖尿病患者 小扁豆是您不容错过的豆类食物 因为它是一种低生糖的食物 它的平均生糖指数是29 它也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和抗性淀粉 这些营养的结合可以改善肠道健康、延缓消化和保持血糖平稳 贫血是常见的健康问题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有贫血 小扁豆是可以改善贫血的食物 因为它是叶酸和非血红素铁的丰富来源 每198克主树的小扁豆 可提供90%叶酸以及37%铁的每日建议摄取量 把这些营养吃进去可以促进健康红血球的形成 从而提高身体的血氧水平和改善贫血 是值得糖尿病人考虑的低生糖食物 第16 洋葱 洋葱是来自石蒜科葱鼠的根莖类蔬菜 它是像血糖可以吃的食物 因为它是一种低生糖的食物 它的平均生糖指数只有15 这意味洋葱是缓慢消化和释放葡萄糖的食物 它可以协助我们保持血糖平稳 根据美国心脏协会 血脂异常是糖尿病人的常见问题 它会形成动脉周样硬化并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 研究表明 经常吃洋葱也可以减少三酸甘油脂 一种血液中不好的血脂 因为洋葱富含抗氧化剂 如硫和胡皮素 一些有抗炎和抗氧化功效的化合物 可以有效降低有害胆固醇和总胆固醇水平 接而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 使糖尿病人不容错过的低生糖食物 米饭是亚洲人离不开的主食 但您知道 哪一种米拥有比较低的生糖指数吗 非糯米性的黑色稻米 是一种低生糖的穀物 它的生糖指数介于42至45 因为它的加工程度比较少 保留着脉力的胚芽和胚乳 拥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含量 所以 它的结构也比较结实 在体内比较慢分解和消化 有能力减慢血液对糖的吸收 使人的餐后血糖更平稳 炎症是糖尿病患者的敌人 因为它会诱导一连串的糖尿病并发症 包括双目失明 黑米是抗氧化功效最强的稻米 因为它富含多种抗氧化剂 当中包括花青素 类黄酮 类胡萝卜素 这些植物化合物具有抗氧化 抗炎和抗癌的功效 可以提高身体抵御病菌和炎症的能力 从而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 是降血糖可以吃的低升糖食物 其实 世上没有单一种食物 能在一夜之间把血糖降至正常水平 食物所反映的升糖指数 也取决于其他因素 包括食物的成长环境 蔬果的成熟程度 食物的烹调方式 饮食搭配和分量 个人体质等等 与其一味追求升糖指数低的食物 不如接受各种不同类型的原型食物 每餐控制分量和保持营养均衡 反而更实际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糖尿病人吃什么食物比较好 17种适合糖尿病患者 能吃的 降血糖最好的低升糖食物 希望糖尿病的朋友更清楚知道 什么食物低升糖 在日后 也更懂得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 我们会在YouTube 持续更新视频 为大家带来更多 关于糖尿病健康饮食的分享 希望能帮助糖尿吃出健康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订阅和关注我们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购买超级感谢 您的支持和鼓励 是我们前进的最大动力 时间还早呢 大家别急着走嘛 我们还有其他视频想要推荐给你 现在就点进去收看吧 一定能让您收获满满 最后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见